大家好,今天要來測試一下我的電動滑軌 那這個電動滑軌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剛買這個滑軌的時候本來是手動的 就是說我可以左右這樣推,那相機就會跟著我左右跑 那後來呢,這個工資很賊 一開始推出這個滑軌的時候還不是很貴,那我就買了 結果後來呢,他就賣這一顆 右邊這個電動模塊 他裝上去呢,他就變電動滑軌 你頭洗下去,一間買這個 那不買這個好像也不行 所以我就跟他買下去,這個還賣五千多塊 其實已經買很久了啦 這一個只是一直沒有拿來拍 那這次來拍拍看 那我的想法呢,就是說 裝上去之後他這個電動模塊呢,我只要按著 他就會往左動或往右移 那這個拍產品其實非常好用 不過我現在假設呢,我要來拍個簡單的MV感的時候呢 我必須讓他自己動,所以要裝上這間公司出的APP 然後我就可以訂兩點 然後比如說訂A點,那這是B點 然後他就可以在A點,B點中間這樣一直不斷的巡迴跑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那這是滑軌的部分 鏡頭的部分呢,我現在這裡有兩顆 左手這個是 就是 左手這個接料寫下 30 好,這一個是31.4Sigma的 這條很久耶 那我跟朋友借的 那我右手這一個呢 是56.4 這兩顆都是Sigma的鏡頭 很有名的三劍克其中的兩個鏡頭 那我現在想法是56這個呢 不要56這個拿來拍吉他的局部特寫 那30的這一個呢 30這一顆我把它拿來拍滑軌 就是把它拍大概人半身左右的一個鏡頭 好,這樣應該會有一點不錯的效果 然後 這個30的這一個我 光圈應該會開大一點 讓他景深淺一點 對焦的話我就對在麥克風身上 好,然後讓前後模糊 那這一個長焦的56呢 我會把它對在吉他的情景上 好,那景深不要太淺 因為他太淺的話 會只照到手指頭或只照到吉他的兩三格 感覺會怪怪 所以這個光圈我會縮到可能2.8左右 讓整個指板會比較清楚 好,那這個是大概的想法 那拍下來之後呢 當然我們還要剪輯跟錄音啊 那那個部分就以後再來講 好,那我們先看看 這兩個東西湊在一起之後拍出來會是什麼樣的效果 音樂 放不掉泪在飘 你看看你看看不到 我假装过去不重要 却发现自己办不到 说了再见才发现在眼前不到 我不能就这样 失去你的微笑 口红带在桌角 而你我找不到 若角色对标你说高不高 说了再见才发现在眼前不到 能不能就这样 忍着痛来不掉 说好陪我到老 永恒往哪里走 再次拥抱 一分一秒都好 想要放放不掉泪在飘 想要放放不掉泪在飘 你看看你看看不到 我假装过去不重要 我假装过去不重要 却发现自己办不到 说了再见才发现在眼前不到 我不能就这样 我不能就这样 失去你的微笑 失去你的微笑 口红带在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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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就这样 能不能就这样 让这头泪不掉 说好陪我到老 又恨往哪里走 再次拥抱 一分一秒都好 一分一秒都好 再次拥抱